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首先是印度作家潘卡·米什拉荣获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 这是一项价值75000美元的奖项 表彰他在非小说领域的杰出作品 接下来,我们将了解迪奥的马蒂尔德、法维耶谈他的新书 这本书揭示了他在巴黎的生活 以及他如何管理迪奥品牌的A级代言人 最后,我们要追议亚历山大、沃夫 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和莎士比亚怀疑论者 他于60岁时去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荣耀与之属、潘卡·米什拉或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 多伦多、印度作家潘卡·米什拉·潘卡·执尔德的名字 在文学界再次闪耀 他荣获了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 这项价值7万5千美元的奖项 被称为威斯顿国际奖 Western International Award 加拿大作家信托基金会 Writers Trust of Canada 赞美米什拉为能够拆解和提升炽热议题 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归属感的高手 米什拉的作品如《愤怒时代》 当代历史 《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和《帝国废墟中的反抗》 反西方与亚洲重塑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不仅深入探讨了全球政治和文化的变迁 还揭示了现代世界中的复杂情感与冲突 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他 如今在伦敦和印度马绍布拉之间分居生活 当他于9月16日 在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发表演讲时 无疑将再次掀起一阵思考的风暴 时尚与文化的交织 马蒂尔德 法维耶与他的新书 来自巴黎的马蒂尔德 法维耶 Mathilde Favio 是一位意外成为影响力人物的 时尚专业人士 作为迪奥高级定制服的公关总监 他不仅负责管理品牌 与全球代言人和名人的关系 他的Instagram账号 拥有超过20万粉丝 展示着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片段 法维耶在巴黎出生并长大 20多岁时 在香奈儿开始了他的时尚职业生涯 后来在普拉达和迪奥继续发展 今年春天 法维耶发表了他的新书 Mathilde R. Paris 这本书展示了他和他的朋友们 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热爱 法国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尼 也参与了其中 法维耶透露 一位算命师十年前预言 他会写一本书 当时他对此不以为然 但最终应出版社Fla Mario的要求 他将自己的Instagram内容转化为文字 创作了这本书 法维耶受儿童书系列 Martin R. Laplante的启发 计划将这本书作为系列的第一卷 他对巴黎的描绘 不仅限于美食和时尚 还强调了人际互动和城市特有的光影之美 为什么你喜欢一个城市 因为你在那里感觉很好 因为它美丽而时尚 因为你吃得好 但也因为人 总是因为人 法维耶坚定地说 亚历山大 沃夫 家族传承与文学叛逆 亚历山大 沃夫Alexander Wall 这位多才多艺 色彩斑斓的人物 于60岁时去世 他不仅是专栏作家 奥伯伦 沃夫 Auburn Wood的儿子 小说家伊弗林 沃夫 Evelyn Wood的孙子 更是一位作曲家 歌剧和文学评论家 漫画家作家以及偶尔的出版商 他保管着家族档案 并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 43卷伊弗林 沃夫全集的总编辑 亚历山大的著作《赋予子》 一个家族的自传2004 展示了他继承了家族的古怪和挑衅的智慧 同时也展现了他自己独特的声音 和不需要祖先帮助的文学才华 他对专横和自大的厌恶 喜欢挑战既定观点 这些倾向最终使他对 沙士比亚作者身份问题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沙士比亚作者身份联盟的名誉主席 并从2016年起担任德维尔协会主席 沃夫致力于证明爱德华 德维尔 第17代牛津伯爵 是真正的沙士比亚作品作者 尽管沃夫的观点引起了争议 他的研究精神和变才 无人能否认 他在YouTube上的相关视频 获得了超过100万次观看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传奇人物的最后篇章 亚历山大 沃夫于1963年12月30日出生于伦敦 父亲是奥伯伦 沃夫 母亲是特雷莎夫人 第六代昂斯洛伯爵的女儿 沃夫家族的文学传承 与他一生息息相关 尽管他的祖父对有一个孙子 感到高兴和自豪 但亚历山大对伊夫林 沃夫没有记忆 因为伊夫林在亚历山大二岁时去世 亚历山大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音乐 之后在文学评论 歌剧评论等多个领域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他的著作的时间 从微秒到千年1999和上帝 传记2002皆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亚历山大在父亲去世后 开始深入研究家族五代的父子关系 并发表了父与子 沃夫对莎士比亚作者身份问题的兴趣 引发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多年研究 他在这个主题上的视频和文章 常常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 尽管他的观点 引起了一些沙士比亚学者的批评 他的研究工作 仍然吸引了大批支持者 2024年7月22日 亚历山大 沃夫在与前列腺癌的斗争中去世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 仍然充满幽默感 甚至在去世前两天 还在讲笑话 他的逝世 使文学界失去了一位独特的声音 但他的研究和作品 将继续影响未来的学者和读者 亚历山大与他的妻子伊丽莎 钱斯勒 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 玛丽 沙丽和布朗幸存 亚历山大的机智与智慧 将永远铭刻在文学史册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潘卡、米什拉、Punkage Mishra 是一位著名的印度作家 以其在非小说领域的卓越表现而闻名 近日 他获得了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 威斯顿国际奖 Western International Award 这是一项专门颁发给来自加拿大以外的作家的殊荣 旨在表彰其在非小说领域的杰出作品 这一奖项的价值高达七万五千美元 米什拉是第二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作家 评审们赞扬她是一位 能够拆解和提升炽热议题 身份认同 民族主义和归属感的高手 她的著作包括《愤怒时代》 当代历史 《 Age of Anger》 《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和《帝国废墟》中的反抗 反西方与亚洲重塑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这些作品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米什拉出生于印度西北部 目前在英国伦敦和印度 马绍布拉之间分居生活 她的作品通常涉及到全球化 现代性和亚洲历史等主题 并且以其深刻的见解和批判性思维而著称 她将于9月16日在多伦多的黄家安大略博物馆 Rio Ontario Museum发表演讲 这无疑将是一个展示她思想深度和文学造诣的绝佳机会 她的成就不仅仅限于文学创作 还包括在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广泛影响 米什拉的写作风格被认为是深刻且具有挑战性的 她经常探讨当代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分析 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读者 米什拉的获奖再次凸显了她在国际文学界的地位 并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 非小说作家之一的声誉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记录 更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这使得她在文学和学术界都享有极高的评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潘卡·米什拉获得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 这真是对她卓越贡献的英的表彰 她深入探讨当代社会的问题 如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 这些主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这不仅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 更是对其著作对世界文化和政治讨论的影响的认可 想想看 她的愤怒时代可是相当于当代的痛苦的美学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哦 楚天书 别激动得太早 米什拉的得奖固然好 但这难道不是像给一个医生颁发最佳厨师奖吗 她的著作固然有深度 但也充满着偏见和个人观点 再说了 她的作品真正影响多少人呢 相比起来 迪奥的马蒂尔德·法维耶 可是真正掌握了影响力的艺术 她的Instagram粉丝超过20万 她的新书更是将巴黎的美丽和时尚带给了全世界 哈哈 谢琪琪 你真的拿一个时尚公关来和世界知名作家比较吗 法维耶的影响力 不过是那些喜欢看明星穿什么衣服的粉丝 你说她的书让人了解巴黎 简直是笑话 真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 可不是靠几张漂亮的Instagram照片和华丽的时尚秀来实现的 米什拉的作品可是让人真正去思考和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 而不仅仅是看谁穿了什么衣服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米什拉的作品有其学术价值 但你不能否认 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于学术圈 法维耶的工作让时尚成为了一种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的书展示了巴黎的独特魅力和生活方式 这同样是一种文化贡献 而且 说到真正的影响力 看看亚历山大沃夫 他可是挑战莎士比亚的身份问题 引发了无数的讨论和争论 这种挑战权威的精神难道不更值得尊敬吗 啊 谢奇奇 你说到亚历山大沃夫 那确实是个有趣的人物 但他的莎士比亚怀疑论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界的娱乐 而不是像米什拉那样真正影响社会和政治讨论 你说法维耶的书展示巴黎的生活方式 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罢了 真正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 是那些能够启发人们思考 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著作 而这正是米什拉所做到的 哈哈 楚天书 你真是顽固地像个老学究 现代社会早已不再是仅仅依赖于深奥的写作来引发变革了 看看法维耶 他通过时尚和社交媒体 让更多的人了解巴黎的文化和生活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更贴近普通人吗 或许你应该多看看他的Instagram 而不是老是沉浸在那些学术著作里 世界已经变了 老兄 接受现实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我们要回顾的三个新闻故事各具特色 从文学成就到时尚圈内幕 再到一位多才多艺的英国家族成员的离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来看看印度作家潘卡 米什拉 彭卡执米什拉 荣获加拿大国际非小说作家奖的消息 这个奖项对于非小说作家来说就像奥斯卡对影世界的重要性一样 特别是当奖金高达七万五千美元时 这不是小数目 米什拉因其对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等当今炽热议题的深刻分析而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赞誉 看到他能够在《愤怒时代》 《当代历史》和《帝国废墟》中的反抗 这样的作品中把复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政治编织的如此精妙 真是令人佩服 他的双城生活 在伦敦和印度之间 也让他的视角更加多元化 能够同时在两个文化中游润有余 这可不是一般作家能做到的 期待他在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演讲 相信会让人受益肥浅 接下来我们聚焦到时尚界 由迪奥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Mathilde Favier 带来的巴黎生活故事 他的新书《Mathilde Ewithgrave Paris》 让我们一窥巴黎的时尚风光 和他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这位时尚界的大师原本只是香奈儿的一名普通员工 如今却成为迪奥品牌背后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管理着A级女演员和全球代言人的形象 还在Instagram上拥有超过20万的追随者 简直就是一个时尚界领袖 他的书不仅是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爱的宣言 更是对生活美学的全心诠释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何在商业和美学之间找到平衡 这真的很难得 他的背景和经历让人觉得他就是那种能把时尚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人 不拘一格但又充满品味 很期待他接下来的书 说不定会带我们去探索更多有趣的城市和生活方式 最后来到亚历山大 沃夫 Alexander Wall的复告 他的趣事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 评论家和莎士比亚怀疑论者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幽默感深受读者喜爱 亚历山大是文学世家的一员 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小说家伊夫林 沃夫 父亲是专栏作家奥伯伦 沃夫 尽管出身显赫 但亚历山大并没有依赖家族的名声过活 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文学和音乐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他撰写的《富与子》和《维特根斯坦之家》 都是深受好评的作品 他对莎士比亚作者身份问题的探讨 更是引发了广泛讨论 作为莎士比亚作者身份联盟和德维尔协会的主席 他一直在挑战既定观点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亚历山大的生活充满了探索和挑战 从音乐到文学再到政治 他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他的离去 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但他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总结来说 这三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文学 时尚和多才多艺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无论是米什拉的深度分析 法维耶的时尚生活 还是亚历山大的多才多艺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启发更多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写作 时尚还是其他任何领域 人工智能 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到达了